各位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 今天是6月15日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 今天的圣经 接下来在诗篇23篇 第一节到第六节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义无缺乏 他让我掌握在青草地上 领我到安静的 溪水边 他使我心灵复苏 他照着应许导我走正路 纵使走过阴生三谷 我也不怕灾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用掌领我 用棍护我 在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盛宴 你带我如上兵 珍满我的碑 你的恩惠慈爱 终生不离我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雨中 感谢上帝 让我们一起借由诗篇23篇 让我们聆听上主的话语 我相信这首诗篇 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非常非常熟悉 更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一定能够背下来的一首诗篇 诗篇23篇 讲述上主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大牧者 他引领我们一无缺乏 在溪水旁 在清草地 他要引领着我们 在那里平静 休息 躺卧 放松 能够享受上帝 是我们牧者的雀跃和平静 诗中更提到 上主要使我们心灵复苏 照着应许引导我们 走在他所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路 虽然难免有低谷 难免有幽暗的时刻 但是也不怕 也不慌 也不紧张 因为上主与我们同行 他用他的杖领着我们 引导我们前进 他用棍保护着我们 抵挡着仇敌 如此爱我们的主上帝 当我们阅读这诗篇的时候 仿佛 他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行一样 他就在我们的身旁 护卫着我们 保护着我们 与我们同在 愿我们时常回忆起 这样的感动 以及这样的感受 不是每一个礼拜天到教会才想到 啊 上帝与我同在 而是每一时 每一刻 就在今天的此时此刻 过去的一个礼拜中间 今天从早上到现在 从睡醒的那一刻 上帝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愿上帝帮助我们 借由他 的话语 使我们更深知道 上主 他用尽心力 用上生命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牧者 为了要引导我们来前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用脏 引领着我们前行 用棍保卫着我们的生命 我们虽有时会不小心迷了路 但是主 你用你的杖 引领着我们回家去 主 谢谢你用如此丰盛的恩典和慈爱 怜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无知 有些时候走岔了路 有些时候没有跟着团体一起前进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领受你那杖的恩典 让我们相信 当我们跟随着你所指引的杖 我们便能够到达 团聚回家的那一个终点去 恳求主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明白 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牧者 更是随时的帮助 帮助我们 在每一时每一刻 都能够认得你的声音 认得牧者的样式 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愿上帝借由今天这段话语 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是属你的子民 在你的同在中 能够每一时每一刻 都经历到上主丰盛的慈爱和带领 并且立定心智说 我要一生一世 在你的殿中 直到永永远远 因为那是我们与你相遇 与你与我们同行的地方 求主帮助我们 继续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心向前行 我们将同行在你面前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上帝祝福你 以马内力